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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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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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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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很複雜的 有些人就會看 究竟對未來的總統選舉 即是明年的選舉 會不會有些影響呢 你共和黨自己都不團結 民主黨可能又可以繼續執政 我們看看過去的歷史 一個黨做兩任的總統是正常的 做一任的很多時候是不正常的 對上幾次 一個就是卡特 一個就是魯布署 兩個都是民主黨人 只是做四年的 其他的都是八年的 民主黨是八年的 共和黨的小布殊八年 共和黨的朗奴利根八年 這個 魯布殊做了四年 比克林頓教練做八年 奧巴馬也是做八年 是吧 接著到做四年 誰就是 Donald Trump 做四年 是吧 現在拜登是有機會做四年的 是吧 或者民主黨 是吧 可能在明年的選舉 是會掛柴的 是吧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是 就是 我看不懂這些 當然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當然現在是美國 很奇怪的 美國現在變成了 好像台灣的 兩黨政治 你想我死 我想你死 是吧 過去也是 但是那個 那個 撕裂 就是令到那個社會 都出現撕裂 就是你的政黨的 惡鬥 這兩個黨的惡鬥 來來去的政黨 輪替都是民主黨 共和黨的 美國的政黨政治 基本上就是兩黨政治 是不是 你別人去選總統 你不能贏 如果你是獨立的 或者其他 那些小黨 那它不是只有兩個黨 還有其他黨 那你不用止於 整個選舉的那個 那個步驟 那個選舉的操作 就是它這兩個黨 只可以這兩個黨 所以出現政黨輪替 都是這兩個黨輪替 包括在國會裏面 都是這樣 是吧 你兩院那個 就是可以操控這個兩院的政黨 就是同時間一個政黨 操控兩院的 是吧 比較少見的 都是一人控制一個 那這個就是 我們那時候覺得 美國的選民都很有智慧 智慧在哪裏呢 就是我懂得制衡的 如果總統是共和黨人 那議會就最好 民主黨成為多數黨 是吧 最好就是這樣 反過來也是 如果民主黨執政 那就是共和黨 但是現在兩院就分屬兩個黨 兩個黨 參議院就是 在這個民主黨手裏面 但是那個差距是很少的 那你眾議院也是 因為你的差距不多 你贏不多的時候 喂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 那你有自己人出來 這樣 有一個這樣的動作 就是 這個議長這樣被人拔下來 不是被敵對的政黨拔你下來 因為在整個議會的生態來說 你沒有可能出現 這種動作會通過 一定是那個多數黨控制了 那怎麼會 你多數黨的領袖 是吧 可以在這個眾議院裏面被人堆倒的 因為眾議院的議長 排在一個總統順位上 總統、副總統 接著就到議長了 是吧 就是共和黨又不是第一次的 其實在這個2010年的時候 就是那個查黨的 就是那個查黨那個事件裡面 都已經是的了 是吧 對明年的選舉 那麼很多人就會覺得 這個是對共和黨來說 可能會是一個相當大的衝擊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現在還是言之上早的 是吧 其實在2010年那次 這次共和黨的內訓 是吧 跟這次又有些不同的 那次就是那個金融危機之後 這個奧巴馬推行那個所謂的建保 是吧 引起這個 就是共和黨的極大反彈 那次的眾議院 那次的眾議院就令到共和黨可以佔多數 那麥卡錫也是在那個時代 就是進入這個眾議院的 好 那 明年的選舉 其實我比較關注的是 就是選民的兩極 那會產生什麽結果 不知道 我自己在美國這幾個月 就留意到 包括我認識的朋友也好 就是 迫雷分明 是吧 就是以前我不是很覺的 是吧 現在就是完全迫雷分明的 共和黨就是共和黨 一定是特朗普 還是很多 是吧 但是 共和黨裏面 對這個特朗普 亦都有一些人是有不同意見的 所以現在真的是 就是 很難猜的朴朔迷來的 但是在民間是很清晰的 兩極 是吧 尤其最近 就是我在紐約 我去紐約 在這個加州 就是出現那些所謂homeless 就是周界都是 或者治安很差 是吧 那這兩個州 都是民主黨長期控制的 那所以就說 這個左交州 兩個左交的州 是吧 這兩個左交的州 就造成了 就是他們的政策 就是造成了這個 就是那個治安不靜 還有很多民眾 就是沒有什麼安全感 甚至上次這個 這個 德州的州長 應該是福羅里特州的州長 應該是 那就去拍片 就是選舉用的 哇 整個三藩市好像死城那樣 我自己有一天 我特地走 在這個唐人街 沿著那個market街路走 那就看一下 真是 十分蕭條 那些店舖 以前那條街很旺 在三藩市市中心 那條market market街很旺 那天我去買牛仔褲 去那裏買牛仔褲 我特地在 唐人街那裏 走路 我走了二十分鐘 我走二十幾三十分鐘 兩邊就真的 好了 那那些homeless有沒有嗎 周界都有 怎會沒有呢 在唐人街都有 有了 那又有很多那些 就是 那些車拍在那裏 被人搏車 裡面拿你的東西 這些以前都有的 其實 是不是 那些民眾就很反感 就認為 很多 尤其是反對民 就是對民主黨 就是 就是相當負面的 是不是 那希望明年那個選舉 搞定他 那現在就出現一個 非常兩極的 我認識的朋友裏面 都有的 有時候坐下聊天的時候 我不要爭論你們 OK 不要說這個問題 我又不會跟你們 怎樣去 我只有聽 兩個就爭論到 爭論盲盲盲盲 一個就是 這些紅藍很清楚的 所以這個 又是意識形態 去決定 和這個所謂 只問立場 不問是非 不可以爭論起來 就很極端 以前不是這樣的 所以明年 大家都不要小看 Donald Trump 他未必沒有機會 但是有些人說 他死定了 拜登一定贏 如果他 那就真是好玩 兩個都超過80歲 這個也是美國歷史上 沒見過的 好 休息一會 我又不是這兩個 是嗎 我不會覺得 是有些人說的 他的 或許 就是 有些人說的